其实我从大概五岁就弹吉他 之后可能偶尔会弹点贝斯 什么乐器都会玩一点 因为我父亲就是钻石音乐行业 对我启发很大 正式开始学吧 大概就是考大学之前 应该是十六十七左右 就开始练 是因为当时考大学的时候 就非常有缘地就选到了贝斯 之后练了几年才发现 我们弹贝斯 第一弹贝斯更有意思 第二是感觉自己可能还挺适合弹贝斯 小时候弹吉他就只是那种 他这两个乐器肯定扮演的角色不太一样 就像一个人性格会比较充 贝斯可能性格就会比较往回收 因为他要托底嘛 他比较需要靠谱 你贝斯你在弹的过程中 你越弹越会发现 这个乐器你要往高了水平弹 需要很多的内在的东西 所以你就越弹就越觉得 这个有意思 因为吉他有时候他弹一些solo 他要往前冲嘛 那你贝斯的话就需要往回收 然后你要把大家都拖住 你要和鼓来配合 你要和你作为这个整个的节奏连接 和音乐的音符的连接 那你就要肩负着很多东西 其实还好 这些大师其实手也不是很大 但是他还可以通过正确的方法 去拉伸你的手 其实完全是够的 我们正常演奏 其实没有那些 就一定要特别难的那种拉的音域 所以其实手 只要是方法对 其实都能弹 我一直觉得音乐 这个就是每个人都可以上手很快 都可以每个人都可以玩 然后每个人都可以很快的 通过一个乐器来表达音乐 可以享受 其实就没有那么多门槛 对 那其实想上手是非常快的 只要你找一个好的老师 然后你的热情 你的那些也会比较纯粹 那其实想玩音乐 享受音乐是很快的